一个内地南石士生 上个星期服施粉岭乡村 警方相信事主曾经去到附近村屋开派对 被人注射冰毒 警方拘捕三个本地男人 分别被控误杀 非法处理尸体或犯毒 仍然在追查另外两个人 消息说他们六个人 是在一个同志交友程式认识 探完将其中的疑控压界 去到案发现场调查 雷大和假人做案件重组 警方上星期六早早8点接报 一个男人在粉岭乡村屋出面昏迷不醒 救护员到场证实他死亡 死者头的左后方和右边大腿有伤痕 但都不是明显致命伤 警方调查之后确定 死者是一个22岁内地来港的石士生 上星期五晚去到粉岭乡一个村屋单位 和另外五个男人开派对 期间怀疑被人注射冰毒 及后死者昏迷和怀疑死亡 而五名人士将死者抬离 案发单位并棄置在村里的空地里 其后离开 警方锁定涉案单位 圣诞当晚突击搜查 拘捕屋内面两个分别20和51岁的男人 并且检获小量冰毒 星期二凌晨再在上水拘捕一个62岁的男人 发现为之条案发现场距离不远 相距不超过20米 这几个人有没有吸食冰毒 或者精神状态都是我们的调查 的内容和方向之一 他们中间的关系 我们警方的调查初步显示 他们是透过一些交友的apps 去认识的 据了解62岁和51岁疑空是情侣关系 透过一个同志约会程式 认识死者以及另外三个人 当中还有另一个学生相约去到村屋聚会 初步怀疑有人说吸食毒品令到气氛更好 发现尸体的村民说 死者当时面朝天 不以为他喝醉了之后冻死 被捕的三个人分别被控误杀 非法处理尸体和泛民危险药物 将会在粉领裁判法院提堂 母子显示机就是一流传辱不到